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共上了八堂课 非常难 但我们还是硬是把 国歌 国旗歌 还有奇异恩典 给学了下来 老师他会一直给我们鼓励 但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吹很烂 但老师会说 不会啊 我觉得很好啊 不行 不会 我会冲上去 老师你刚才说我是什么 好 长话请 来 谢谢 我第一支听到主题曲是在我拍第一场戏的时候 那一天我非常紧张 第一天拍 然后在陌生的剧组 你就要拍一个那么重情绪的戏 对我来讲压力蛮大的 试戏的时候其实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 有那个情绪出来 但是听到那首歌之后 心好痛哦 扣不住了 对 歌 歌放你 放出来 那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 很激动 他的歌词写得 很 很到心里去 这样子 短短的一首歌 描述了这一个故事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 天堂回事 与时谎言说了 一次就一遍 因为我是看完电影 然后再进去录音是陪唱的 所以 大概可以知道要用什么情绪 或是想着哪一幕的那个画面去唱 前面有伴奏的时候 你会觉得比较像是对空地 你自己这样唱给自己听 可是最后那一段会觉得 然后到最后终于找到一个 一个对象 可能就是那个 心底的那个 我一直觉得要对他唱 你最需要想 还有我为你坚持 其实老实讲一开始 我并不知道怎么去做 很直觉地说 好 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我觉得不会出问题的这样 但是我看完这些 我觉得这部片不是这样子的 在乎不见的事啊 他们有呼喊过 有争取过 也感觉到无力 我要让这件事情 表现在我的旋律动机上 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 精神灵性的东西来贯穿 这个跟什么人来拉什么乐器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陈紫薇老师从黑名单工作室 那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先进的代表 所以他一直在耕耘所谓声音跟精神层面的这种连结的东西 魏广告老师 他在他的领域里面其实非常的非常的活跃 如果我要在国内找可以一起玩的小小八手 我应该首选就是他了 他们两位我都不用跟他们讲太多话 大家就可以藉由音乐来做狗同 我觉得在里面的很多年代感 当然里面选的那些歌包括蔡兰青或是陈森 他们其实都已经代表了某个位置了 我反而还是比较回到 就是主角他们之间的那个心情上来看这件事情 好像你是在旁边参与的人 你在做这件事情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 有一点失望我是从怎么想 在一个2020年要上映的电影里面 我们放了一个30年前的歌 这个世界 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就说这首歌它也是同志情歌 它里面的歌词就被很多的同志就觉得心有栖栖 我们该用一些关怀跟爱 让这个世界增添一些美丽的色彩 我们希望这首歌即使在30年后 依然能够告诉这些同志 你应该勇敢 应该美丽 应该做自己 在这个世界中间的孔子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